各位好,我们来复习干涉 干涉就是两个坡在空间中和同一个时间上叠加 那就有可能使正幅更高 或使正幅变大或变小 那像两个点坡员发出连一 在空间中就有一些地方会是坡峰御坡峰 或是坡谷御坡 这样的叫做建设性干涉 这些地方 我们这个出线条是坡峰 细线条是坡谷 所以像这个蓝色的细线条 遇到橘色细线条 这就是坡谷御坡 蓝色出线条遇到橘色出线条 这些是坡峰御坡峰 那坡峰御坡峰会变强 坡谷御坡谷也会变强 那坡峰御坡谷就会变弱 像这几个圈起来的就是变弱 那事实上呢 这个不是只有坡峰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坡峰坡峰坡谷坡谷 这个位置才有建设性干涉 其实这个过程中的这些位置都是建设性干涉 那原因就是假设我们把坡峰当作是正幅最大叫做正一 最小是零 然后它又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正变负一 那就是用正一负一来代表的话 这个是加正一正一加起来 那这也是负一负一加起来 可是中间也有可能是负二分之一和负二分之一加起来 所以 所以它并没有抵消啊 就是说 它同样两个坡源抵达 这条线上的坡并没有抵消 而是加强 所以这整条线上都是建设性干涉 那它发生的条件 用数学试来写 就可以用坡层差来表示 例如这里的话 叫做P 那从P到S1和P到S2距离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是坡峰遇到坡峰或坡谷遇到坡谷 那这里也是嘛 就是这条中央负线上 每一个点到坡源S1S2距离都一样 那为什么会叫负线结线呢 是因为 如果我们单纯只看S1S2这个连线的话 我们会看到的是 类似驻坡的图样 类似驻坡的图样 会是这样 然后左边来右边来都长这样 所以它叠加起来的话就会有变强变强变强叠加起来的话 所以就有点像柱坡 所以 所以这个位置会是负点 那延伸出去的线就叫负线了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这些线上都是建设性干涉 好 那结点呢 结点延伸出去就是结线 结点延伸出去就是结线 那它的原因 它的成因也是跟刚刚讲的很类似 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举几个例子 例如说 我们先看 负线 这个P点S1到P 和S2到P 这两个距离差了 一个波长 1 1.5 这里是1.5 然后这里是1 2 2.5 所以2.5个波长 和1.5个波长 差了一个波长 那差一个波长 就它的波的形状 对应到的 S1到P S2到P 都还是波峰 所以就还是会建设性干涉 那如果是 例如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把P移到这里的话 这样的话 S1到P 是一个波长 然后 S2到P 是两个波长 所以相减是一个波长 是吗 是一个吗 是两个吧 1 2 3 3-1 所以是相减是两个波长 只要是波长的整数倍 就都还是建设性干涉 所以 我们就可以 整理成 波成X 等于0个Lambda 1个Lambda 2个Lambda 它的单位是这样的 就会是建设性干涉 也就是 P再负线 那如果 波成X为0 就是中央负线 波成X为1 叫第一负线 波成X为2 叫第二负线 这样子 那 相信同学可以举一反三 如果是 结线呢 例如 这个位置 S1到P S2到P S1到P 是1.5个波长 S2到P是两个波长 那X的0.5 那X0.5的话 对应 S1到这个P 和S2到这个P 就会是 一个波峰 一个波谷 那就会抵消 那就是 破坏性干涉 所以 刚刚是差0.5了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 例如 这里 这里的话 S1到P S2到P 那 S1到P 是三个波长 S2到P 是1.5 3-1.5 是1.5 那重点是后面的.5 重点是后面的.5 会让它 S1到P 和S2到P 差了 1.5个波长 就会有 波峰和波谷的差别 因为重点是那个 点5 点5 所以 如果它是 半波长的整数 半波长的基数倍 就是0.5 1.5 2.5 波层差如果是这些值 那就会是 在 结线 1点就在结线 那根据 波层差看是 0.5 还是1.5 还是2.5 分别会对应到 第一结线 1.5 波层差 1.5对应到 第二结线 然后 2.5对应到第三结线 好 那我们这个部分先 先复习到这里 谢谢